道理愈讲愈明白,真相愈滑愈清楚,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愈讲愈有理》,我是膝口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和台湾有关的一些事件 拜登在星期三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东亚峰会的时候 当着李克强的面说得非常清楚,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如盆石 而另一件事就是中文文的总统蔡英文接受了CNN的转访 里面回答的内容可以说是由中带纲 同时也把两个波踢了给西方国家和习近平 接下来再看看习近平是怎样去接招 就着这些事件,请路桥和他们分析一下现在美中台的关系 究竟是发展到什么地步? 那么美国一直来说 就将欧盟当是一个争取的对象 作为同盟来说 在过去的一年都见到一些成绩 现在欧盟来说就不用太担心了 你看最近他们所采取的姿态 他们通过的一些决议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 在印太来说 澳洲、英国、日本、印度这些就不需要太过争取 因为基本上都是没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算是准同盟国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有些东南亚的国家 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 东南亚一直都是中共的地盘来的 他们在那里深耕了很久 也都花了很多钱 在政治、教育、文化方面的渗透是非常之大 和非常之深的 现在有一个叫做东盟的 英文叫做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一个叫做东南亚国家联盟 这个东盟是囊括了这些全部小的国家 而这些小的国家是美国要争取的对象 这个东盟就是一个政治组织来的 它有什么国家呢?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文内、越南、 老沃、柬埔寨和缅甸 就是这些国家 几乎全部都在中国旁边 这些国家因为小 他们都不是对这个区域的和平不关心 或者不知道是两雄相斗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采取一些平衡的姿态 他们不敢得罪中共 当然不敢得罪中共 但是其实心里面对中共也有很多不满的 比如说南海的争端 好几个国家就是在南海的争端里面 比如说湄公河 中共要在湄公河上流那里 就是中国叫南瘡缸 在那里建水坝 截了下游这些国家的水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以来都是很大的争议 但是因为中共实在在这些国家投资很多 用了很多钱 所以在经济利益方面 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 他们实在太小了 他们其实都知道 如果是美国来到主持公渡 或者是在他们国家用多些钱 多些投资的话 那就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是美国还没做这些事之前 他们就两边游走 在这两边平衡 所谓平衡 但是现在美国要做的事情 是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平衡的空间 当然不是说直接 要他们立刻马上做决定 都没有可能做到 就等于对欧盟当初一样 我记得布林肯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我说我们不会强迫 欧洲任何国家去站边的 但是结果现在慢慢发展 到的地步就是站边了 拜登就在10月27日 就是两月之前 参加了这个东盟的视频峰会 他就打出一个叫做 印太经济框架这样的东西出来 白宫就在那里介绍这个框架 其实说来说它就是贸易 数字经济 技术标准 供应链 去碳化 清洁能源 基础设施 就是努工标准 就是这些了 就是它将这些东西 这个全部是可以说 美国的agenda 来的 是美国的议程 拿出来说 同时呢 说最多呢 就会是投资一亿美元 在这些这样的项目里面 一亿美元就不是多了 不过我想是 是美国第一次的投资 拿些五堆钱出来 和大家说 这些议题是很重要 跟着拜登呢 是现在来说 他去到哪里都是说那些东西的了 就说 以日美国和他们一起 要捍卫海洋的自由和民主 对台湾有一个 鲸鱼盆石的承诺 另外呢 亦都表示 为新疆西藏的人权 以及香港人的权利呢 是大声疾呼的 那他这些呢 就比较老话了 他去到哪里都说这些了 哇 他说这些东西 提出这些条件 啊 得一亿美元 对着这么多的国家 其实我看可能 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其实呢 就美国呢 在亚洲呢 他有两个很主要的组织 他没有参加的 一个呢 就叫RCEP 这个英文呢 叫做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呢 是自由贸易协定 是亚洲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当我说亚洲的时候 就包括了澳洲 文来 柬埔寨 中国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鲁窩 马来西亚 緬甸 纽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南韩 和泰国 还有就是越南 那这个真的非常之广 整个亚洲的国家呢 都是在这个自由贸易里面 但是 美国没有参加 就我想很明显 因为你美国 你不是亚洲的国家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呢 美国没有参加了 但是另外一个叫CPTPP 整天说的 现在就是 台湾和中共都是在申请的 这个呢 叫环太平洋的贸易协定 环太平洋 就是太平洋的国家 环太平洋的国家都可以参加的 这些国家包括什么呢 澳洲 文来 影响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它很多的工作 可能就被这些国家拿了去 它们可能低成本 或者工资没有那么高 那样 就是价钱一比 那些人就 所有的就是差不多 好像当年 中共成为世界工厂 这些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它们有它们的条件 人工低 工作时间又可以很长 環保的条件 不用那么严厉啊 各方面 所以呢 现在拜登来说 没有听到他说 会再去参加CPTPP 虽然很多人说 现在中共已经申请了 美国是不可能不进去的 那我们看看怎么发展 那因为美国不是这两个 这样的贸易协定里面 那所以它很多时候做事呢 它就要多做一步 它不能够直接的参与 这个时候它是很倚仗 日本和澳洲的 其实现在英国呢 都在申请着 加入这个CPTPP 那看来美国是否加入呢 其实问题好像不是很大 那说回这个东盟会议先 那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呢 亦都是跟美国差不多了 去到哪里都说同样的事情 他首先就提到 香港和新疆的 人权状态 这个一件是好事 现在似乎香港的问题 去到哪里 这些领导人 他们都要拿出来说 那又说到台海的和平 强烈地反对 不是基于法治 和自由开放秩序的 一些的做法 其实就是暗示中共 这个不用说了 而澳洲是非常之不错的 澳洲和东盟呢 澳洲和东盟没有关系的 东盟刚才就是一些小国家 他居然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建立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 一建立就和东盟十个国一起建立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澳洲就是 AUKUS 美国、英国和澳洲 AUKUS 一个这样的联盟 八手动力潜艇 美国直接去澳洲 帮他们建造八手核潜艇 有了这样的助力 澳洲似乎 现在来说很想在这个印太 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日本已经是这样做了 现在跟着是澳洲 其实东盟很多国家和澳洲有关系 或者是联系紧密 就是澳洲的大学 很多东盟国家的人去那里留学 这个是联系非常之紧密 其中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原因 当然澳洲的风景之类 那些都是非常之好 那个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他们的关键一向都是挺好的 在这个整个亚洲来说 有三个议题比较大一点的 第一个就是中共日益很aggressive 日益野心勃勃 另外就是朝鲜 经常都是一个问题 它有核武 它经常都造成一些威胁的 其他国家的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缅甸政变 就是美国其实就 拜登这次第一次就是参加这个东盟会议 但是其实哈里斯 那个副总统 大家如果记不记得呢 他在八月底 他是代表美国 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的 他这头走呢 王毅呢 就马上又去访问新加坡和越南 还要加上韩国和柬埔寨 这个王毅一去到越南 就立刻说 要捐300万剂的新冠疫苗给越南 另外呢 还向柬埔寨呢 就有资助很大的金额 是2.72亿美元 这么大的金额 就是用这些钱来 基本上就是用疫苗外交 以及用这个钱来买 疫苗外交 就不只是送一些疫苗给这些国家 中共是和不同的国家都在商量 如何在他们国家里面设厂 直接生产中国制造的疫苗 这一招呢 就不只是说是东盟的 他在中美洲、南美洲 同样是用这一招 所以这次的疫情 亦都是可以说 给他一个扩张的机会 那就根据这个淡江大学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一位鄭先生的分析 他说越南在东盟国家里面 应该算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有地缘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究竟越南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它的地缘政治优势又在哪呢? 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会放在希望之城里面 大家可以去希望之城里面听 那个地址就在下面comment里面 你可以点击那个link 可以直接去到希望之城那里 希望之城现在是做了一个新的改版 这个改版里面是可以免费登记的 用另一个email就可以完成登记了 非常之好 亦都是开放了很多节目 江峰、张天亮的节目都开放在那里 如果觉得好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 订阅了之后 就可以看会员里面的内容 包括了现在这个 越讲越有利的完整版本 欢迎大家去订阅希望之城 多谢大家 为了不作用 作词 声语 此后 也有任何处想 能懂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